现在时间5月26号星期日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北向资金一周的流入和流出情况 那本周什么情况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 我们先回顾一下本周晚间欧美市场表现 道雄子指数微涨0.01% 纳萨主上涨1.10% 标白指数上涨0.70% 英国 德国 法国分别出现不同程度涨跌 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恒生指数下跌1.38% 中概股方面我们看到周五微涨0.02% A50指数收涨0.26% 在本周我们看到美股的道雄子指数是连续的震荡下行 包括纳萨各指数在周四形成一个大幅震荡 创出了历史新高 周五形成一个震荡走高 主要的原因其实我们在收平也重点讲到 是在于英伟达整个带动科技股形成一个快速上行 那么道琼斯指数在周四形成大跌处的原因 就是在于5月23号公布的美国5月标普全球制造业PMI出值是50.9% 预期值是50% 所以说大幅的高一市场的预期也表现出美国的经济的强劲 那么后期降息的预期已经延续到12月份 所以说在周四的时候全球市场形成大幅的震荡 包括我们的A股也是在周四形成一个跳空下跌 那么本周的恒生指数我们看到从周二开始连续四连因 主要有一部分的资金在出逃 那么短期的交易型资金快速出逃所带来的一个重挫 其中结构上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恒生指数这个位置 大概率它是一个五波结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浪上行 好这是一个ABC 那么这个ABC会带来如果这个位置是一个四浪调整的话 那么好两种调整模式 第一种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单边下行 因为这是一个平台形 那么锯齿形调整是一步到位 这是一种结构 还有一种结构是什么三角形也就是横向震荡 然后突破也就从波浪结构上 目前整体恒生指数并没有走完向上的趋势 只是一个什么自浪调整 咱们随时关注一下恒生指数的走势 好回到上证指数方面 下一周行情怎么走 大概率下一周是一个震荡走高线的行情 我们看到在本周一的时候 整个指数形成一个强势的向上突破 也就突破了这个高点 以房地产板块为数 包括大金融 其实在本周一也是形成一个快速拉涨 但整体其实我们图的要知道一下 本周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其实是跌幅板剧情 本周仅有三个板块是收涨的 第一个煤炭 第二个公用事业 第三个是农林牧鱼 那么银行相对的还跌幅较弱 其他的板块都是一个回落 轻工制造业整体形成一个大幅的下跌 那么如果从本周指数的跌幅来看 上证指数我们看到下跌2.07% 深层指下跌2.93% 出外板指下跌2.49% 相对表现比较强劲的就是上证50下跌仅仅是1.97% 那么中正也就是一些中小盘成长类跌幅是居前的 而我们看到沪深300下跌2.08% 也就是集中在上证指数 上证50 沪深300形成的是一个互强深弱 我们再看一下在本周相对表现居前的这些板块 其实都是有一个特征 高股息对吧 也就是本周其实高股息成了避风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北向资金5月20号到5月24号整体的流入和流出情况 北向资金净流入第一名就是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 我们看到35.20亿 银行继续的净流入18.41亿 电力设备是18.33亿 同时我们看到有色在本周虽然说回落 建材相对表现并不强 仍然是北向资金流入为主 好我们很多投入关心的像房地产板块配置盘 也就是持有时间比较长的还是在净流入 交易盘和中资盘有一定的流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 还有银行这些板块主要流入的是哪些个股 长江电力电力及公用事业净流入13.81亿 宁波银行是流入8.29亿 中国旅业流入是达到5.98亿 中国平安流入5.35亿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的中字头 还有这些权重高股息的流入是比较多的 所设计的个股并不是推荐 仅仅是数据 好我们再看一下在周晚间之后 整体市场一些着的消息 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攒行办法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这个发布可以称作为史上最严的减持新规了 好我们同时看到国长会要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 以及央行住房金融政策发布一周多地跟进取消房贷利率下限下调首付比 回到上证指数方面 刚才我们重点强调在本周一主要上行带动市场的一个是房地产板块 另外一个就是大金融板块 那么房地产板块的上行主要是在于上一周的时候 央行的三支箭的落地带动市场的情绪对吧 和这一波行情我们看到也就是4月底带动证券板块突破3100点是一起同工 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550均线也就是蓝颜色主要的压力位是在3151点 在历史上也多次相逢于550均线形成压力 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 一个是我们在前期讲到过这个位置2022年的7月份 另外一个就是2023年的5月份形成主要的压力区域 包括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2023年的8月份附近也是形成主要的压力 好我们放大一下 我们在前期也讲到过千天线是在3260点附近 这也是一个目标点位 包括上方有个跳红缺口 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重点在本周市场在房地产板块带领下形成一定的冲高之后 市场是缺少了主线或者是缺失了主线对吧 那么缺少主线整体市场形成普跌之后 那什么是补位的 就是高股息开始补位成为市场的避风港 这也是刚才我们重点强调的 也就在下一周或者是后期的市场 其实我们重点要看看的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主线再次承接市场的一个上行 这一点非常明确 那么这个主线必须要有什么 政策的支持对吧 比如说低空经济 比如说大金融里面的证券 比如说房地产板块在后续有没有接续政策 一定会有 所以说我们仍然要关注什么房地产板块的政策 以及我们要关注一下证券板块 会不会出一些利好的消息 这一点非常明确 也就是刚才我们强调 本周就是缺少了主线 下一周我们要看整体的政策 有没有支持某个主线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高股息在下一周 预计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向上动力 还有我们头要注意一下什么科技板块 尤其是TMT 为什么 因为伊伟达创出了历史清高 包括OpenAI等等的都发布了新品 同样我们这边的国内 别人有的 我们也有 人有 我也得有 所以说AI人工智能的催化 可能在下一周有一定的上行的动作 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同时再明确一下 终极我们坚定看好市场目前没有大级别下行的风险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主要现在而言市场缺少的是什么 主线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缺少的就是承接盘 以及我们要关注一下下一步的政策导向 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个数据 就是5月31号要公布的PMI数据 我们要重点关注 关注我我们持续跟踪市场 并请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三个六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 所以说吧 整体北向资金也好 包括整个目前消息面上 我认为对于下一周是一个止跌气味震荡反弹 我认为对于下方点赞留言三个六